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谢谢你们台语听不懂 因为我台语讲得不太好 我在台北上课都是讲北京话 所以北京话还讲得蛮标准的 因为我母亲在广播电台做节目主持人 所以从小就教我们演讲朗读辩论 所以呢北京话应该还讲得蛮自正腔圓的 以前小时候在参加演讲比赛 然后呢同学听了都蛮讨厌的 他说你可不可以讲得不要讲那么恶心 现在已经正常多了 以前讲得更不正常 因为以前老师训练吧 那个昨天才在教小朋友 因为我有在国小教小朋友作文 才在教他们因为 现在很多电脑在打字都要打 都打不太出来 我到现在都还是朗朗上口 好 那今天就委屈这个想要听那个台语的人 那个委屈你们听一下北京话 那我们今天的课 今天课题是什么各位知道吗 因为每次都有很多很多人都说 老师你们上的课 我们从讲义里面找都找不到 找翻了都找不到讲义里面到底你们讲的内容在哪里 所以呢 等一下我会尽量用投影片 然后我的东西 各位在官网上面 在官网全部都可以看得清清楚楚 官网里面都有很清楚的内容 那等一下都会秀给各位看 我想请问一下各位 来上过高级班的 已经上过高级班的举一下手好不好 所以你们是倒着上 好手放下 您比较急着想要赶快拿到毕业证书 好 那跟各位简单的自我介绍一下 我们接下来有两个小时的时间 都是由我来跟各位分享 那我自己本身 从学校毕业以后 我就很喜欢上课 所以我就常常跑世界各地去上课 那我的专长 是在注意力跟意志力 我上的课程是这样子 所以我自己在台北有开课 在开一家气管顾问公司 那刚开始跟各位都一模一样 我是大概去年的年初 大概一年半以前 那时候我爸爸告诉我 他带着我女儿 两个人来上 说来台湾民政府上课 上完课以后就可以成为 台湾民政府的高级公务员 各位如果 像我一样本身在台北上班 然后在接触台北那么多的资讯 然后突然爸爸跟我讲的这个资讯 你的想法会是什么 我非常的非常的讶异 真的很讶异 因为我们受的是中华民国 这69年来教我们的一些历史地理 他一下告诉我台湾民政府 然后告诉我说上完初级班 然后还要再上高级班 我听了就愣住了 然后我就问他说 那上完初级班高级班 要缴多少钱 然后接下来还要缴多少钱 因为一听 第一个想法就是 难道是遇到诈骗集团了吗 我跟各位的想法都一样 然后可是 重点差在哪里 因为我自己本身一直都不在上课 我知道你在外面 去攻击一个 比如说像我们以前常常听到说 台湾最大的保险公司一棵树 那棵树里面都找那个警察的老婆 找那些民意代表的老婆来卖保险 他们都用拉的 然后很多人就去批评那棵树 不要讲名字啦 通常做的最大的 就会遭受到很多人的攻击 那所以我觉得 我如果要去批评他 我至少要了解他嘛 不是吗 我如果不了解他 我就去批评他 那我等于是 在外面 然后只是在说风凉话而已 所以呢 我就跟我爸讲说 我可以来上吗 我爸说你真的要上吗 你真的要上吗 你真的要上我帮你出钱 我说不用 我真的想要来上 然后我来上了 上完三天之后呢 我跟我爸爸跟我女儿一起来上高级班 上完高级班之后呢 我爸爸跟我女儿 他们就回到他们的 就是他们的一个退休生活 一个回到学校 然后我就在这里了 我在这里一直在研究 在钻研 然后一直在这里学习跟成长 跟着秘书长学习更多的法理的专业知识 我们在学注意力 我告诉各位 所谓的注意力 就像马斯洛需求理论一样 注意力其实有很多的阶段 但是有一个阶段 是我们从小到大 我们根深蒂固的 因为你小时候生出来 你会看到 听到 接触到很多东西 然后呢 你的父母亲 会开始教你很多东西 你第一个接触到父母亲 再接下你的老师 所以你会有很多的信念 在你的脑海里面 因为 在上学之前听父母的 上学之后听老师的 做父母亲都有这种概念 我到了小朋友去念小学的时候 我那时候也是小学老师 我跟我女儿讲说 我也是小学老师 为什么你都只听老师的 不听我的 因为我是爸爸 他是老师 老师讲话会比较大 所以老师开始在讲中华民国 开始讲这些 他们就开始根深蒂固的 去觉得中华民国就是在台湾 我们从以前在学的过程里面 从以前在教的过程 就一直告诉我们 中华民国在台湾对不对 你有学中华民国在台北吗 没学过吗 可是 一到国外去参加比赛 我们有机会 可以代表台湾去参加一些比赛 到国外 就不能拿中华民国的国旗 然后到国外 然后就变成中华台北队 那时候你会学的习以为常 因为我们 他会讲的 他一定有冠冕堂皇的理由 今天一整天的课程 接下来潘老师就告诉你们 逻辑上你要怎么去推断 去验证 我们是经过很多的讨论 我以前在政治局里面 我们在政治局里面 经过很多的讨论跟研究 所以我们会了解 中华民国不是在台湾 这个是很清楚的 中华民国在中国 中华人民共和国也在中国 这些 待会我们就来做一些很 浅显的 我们刚开始的时候初级班 让各位有一个概念 再来慢慢的深入 所以我们现在先打开我们的心门 在打开心门之前 我希望各位先心态归零 为什么 因为你一定有很多固着的信念 在你的头脑里面 什么叫固着 你想想一下 你自己本身自己一个人 被所有的水泥框起来 你被人家灌在水泥里面 你会怎样 吻死的嘛 硬邦邦的 你在头脑里面 其实有很多这样固着的信念 我请教一下各位 你小时候有没有学过 江山易改本性难移 有没有 你相信吗 很多人相信 西人构型嘛 有的人老夫老妻的 老夫老妻都有西人构型 江山易改本性难移 那你小时候有没有学过一句话 叫做 只要功夫下的针 鐵杵磨成绣花针 有 有 你相信吗 相信 请问一下这两个观念 有没有很矛盾 只要你愿意改 你就可以改 有些说 没有 你是死人的个性 死人构型 那个个性就是没有办法改 所以江山易改本性难移 你的信念系统里面很多在打架 很多会去踩油门踩刹车 你告诉自己 在人生的旅程上 你没有去拼搏 拼搏一次 你怎么可能有机会成功 你没有去学习你怎么会成长 可是呢 你又会告诉自己说 其实生活这条道路 工作这条道路 安全一点比较好 一方面想拼 一方面又安全 这不是在踩煞车踩油门 就像我的父母 你从小就告诉我们说 你要努力啊 努力才会成功啊 成功不一定 不一定要努力 但努力一定会成功 讲了很多这样的 似是而非的观念 然后告诉我们很多说 不要去碰山啊 不要去碰水啊 因为山很危险 水很危险 请问一下山真的很危险吗 有没有在山里面长大的小孩 我也在山里面长大啊 我家在秀库卵溪旁边啊 我们从小就在秀库卵溪里面玩啊 水很危险吗 你有没有学过 水能在舟亦能覆舟 对啊 奇怪 你这些观念都很冲突 水可以让你的船往前走 水也可以让你翻船 你的脑袋里面充斥着很多这样的 矛盾的观念 这是一个矛盾率 我们下一堂潘老师很清楚告诉各位 有一个很好笑 我们曾经去访问过一个老人家 二次世界大战 台湾有没有战争 有 台湾被谁打 被日本人打 谁轟炸我们 被日本人轟炸 那谁统治我们 日本人 他从头到尾都日本人 欸 日本人统治台湾 然后日本人来轟炸台湾 你有听过这种逻辑吗 那老人家 那老人家讲得很清楚 问他说二次世界大战有没有打仗 有 谁打台湾 日本 谁轟炸台湾 日本 谁统治台湾 日本 他从头到尾都日本 欸 对 你讲到了 这叫错乱的注意力 第二个阶段的注意力 叫错乱 所以你现在不要一下子 想去改变你的朋友 你要告诉他说 现在中华民国不在台湾 你讲他那个 他会觉得 他会跟你对抗 我们不要跟他对抗 我们只要他错乱就好了 像刚刚那样子很好笑 我就会问我朋友 我们真的亲口问过一个七十几岁老人家 他说 他两岁的时候他去躲防空洞 很厉害 两岁就有记忆 他两岁他就去躲防空洞 他都有记忆 然后那个防空洞 他说他在防空洞里面 我说那谁炸我们 日本人炸我们 他讲得很清楚哦 然后我说 那你那个时候是谁在统治台湾 日本人在统治台湾 你不觉得这个逻辑很奇怪吗 你会去轟炸你自己的土地吗 把你自己的房子炸掉吗 你会每次自己盖好房子 然后自己再把它炸掉 日本人在台湾那时候很多建设 对不对 对啊 他会把自己的塘场 自己盖好的铁路 自己盖好的下水道 自己盖好的所有这些 他的在这边做的基础建设 然后统统把它炸掉吗 你不觉得很矛盾吗 我们接下来去探讨这些 让我们的概念更清楚 我先跟各位分享 我想各位这几天都有学到 请问一下 为什么奥运代表队到国外去 都变成中华台北队 为什么 各位知道吗 中华台北队代表是 他的全名到底是什么 各位知道 中华民国流产政府在台北 對 中国民国流亡政府在台北 中国民国流亡政府在台北 中华民国流亡政府在台北 一直轉進到台灣 實際上是什麼 怕輸招贏 就跟我說的嘛 怕輸招贏 然後說我轉進轉進轉進到台灣 他是招了的嘛 二次世界大戰 我在告訴各位 德國很強對不對 德國那時候是不是一直侵略 歐洲所有的國家 各位可能比較不了解 德國有打敗波蘭打敗法國 他打敗了波蘭打敗法國之後 波蘭有流亡政府 法國有流亡政府 因為他們在當地 他們不是像中華民國 是被中華人民共和國趕跑的 所以他們是兩個中國 不是 那時候是德國占領法國 德國占領波蘭 所以呢波蘭流亡政府 流亡了 法國流亡政府流亡了 他們不約而同流亡到哪裡 各位知道嗎 各位都很清楚 很好 我們這期的素質越來越高 各位上第幾 各位這次是第幾期 各位知道嗎 90 90 行百里辦90 所以各位很重要 這90真的很重要 因為不要以為 這個90起以後就越來越近 這時候才是最需要認真跟努力的時候 各位現在看隔壁那一班 各位都知道 很認真在上 為台灣人民準備要更了解 台灣的 將來的台灣基本法 好 我們回到剛剛我們那個話題 波蘭流亡政府 流亡到倫敦 法國流亡政府也流亡到倫敦 為什麼他們要流亡到倫敦 他們為什麼不流亡到美國 有一個英吉利海峽 德國比較打不到 聽說那時候英國跟德國也打得滿激烈的 至少那時候英國還沒有變成德國的領土的一部分 沒有被他們侵略占領 所以他們兩個占很激烈 所以法國跟波蘭就流亡到英國倫敦 好 那請問一下各位 他們流亡了之後 要不要選出臨時的總理 來管理那個流亡政府要不要 好 那請問一下 他現在波蘭流亡政府要開始選舉了 要選出臨時的流亡總理 可不可以叫法國的流亡政府裡面的那些人民 還有英國倫敦的市民去投票 為什麼不行 我們為什麼要去投中華民國的票 又錯亂了 你會發覺 所以你要慢慢讓你的朋友知道 像我這樣跟他們講的時候 他們有的時候他們還會 台語叫做捏拷你知道嗎 因為他們完全錯亂了嘛 他們就會說日本人打日本人 日本人自己炸自己人 因為他們完全錯亂了 你可以問他們很清楚 他們自己心裡面就越來越清楚了 波蘭選流亡政府 臨時流亡政府的總理 他不會找法國人投票 不會找英國人投票 那英國人今天要選那個倫敦市長 他會不會找法國流亡政府 跟那個波蘭流亡政府來支持他 四個字 干他屁事 不是嗎 一點 一點 一點都不關他的事嘛 那三個流亡 三個政府在倫敦 到底誰是那個倫敦的主人跟老大 英國啊 英國啊 那法國跟波蘭 這兩個流亡政府 他們怎麼樣才能夠合法 他們可以就地合法嗎 他們可以在倫敦那裡就建立一個自治區嗎 不行嘛 那他們到底怎麼樣才能夠合法 簡單嘛 就回到原來的他們的國家嘛 所以中華民國 他到底怎麼樣才能夠合法 回到中國嘛 這麼簡單的邏輯 他們都聽不懂 還花了這麼長的時間 什麼要重返聯合國 要參加聯合國的組織 要參加什麼什麼的 為什麼都沒有辦法 就這麼簡單邏輯 他們只要回到平坦 他們就可以參加了嘛 就看中華人民共和國 要不要讓他參加而已嘛 不是嗎 他們兩個去喬嘛 就中華民國跟中華人民共和國喬嘛 你有沒有聽過一個笑話 不要笑太大聲喔 有一個人喔 他被抓進精神病院 因為他四十年來都一直說自己是蔣中正 所以他被關在獨居房 因為他每次都要當老大嘛 我是蔣總統耶 蔣介石 結果他們在另外一個地方又抓到一個精神病患 他也說他是蔣中正 然後那個精神病院他就很好奇 他就想說把兩個人關在一起到底會怎麼樣 他把他們關在一起關一晚 第二天以後一大早起來 他們就問他說 你們兩個到底誰是蔣中正 那個新來的說 我在四十年來我都不知道原來我是蔣夫人 所以中華民國 他們在六十九年來他都不知道原來 他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對不對 在六十九年來他完全都不知道自己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 他們就是中國人嘛 那只是我們這一群在座的各位 各位 這一群台灣人跟我一樣 我在一年半以前我都認為我是中國人 跟我一樣 那為什麼會跟我一樣 他們很擅長 他們很擅長用統戰 用分化 用鬥爭 這一連串的思想改造跟思想教育 讓很多東西你會似是而非 讓很多東西你就開始產生了誤會 然後產生斯德哥爾摩症候群 各位了解思德哥爾摩症候群嗎 好我跟各位報告一下 有一個小女生她小時候就被抓去了 被強盜抓去了 結果到長大了又嫁給那個強盜 還跟強盜生了小孩 最後才覺得那個強盜是好人 那強盜到底是好人還是壞人 他是抓他的人耶 他到最後認同 那個叫思德哥爾摩症候群 就像我們很多現在的台灣人 得了思德哥爾摩症候群 他認同什麼 認同中華民國 他認為我們齁 我講真的 我女兒國小六年級 他到學校 他聽完我上課 然後爸爸你講的 我現在完全了解真正的台灣歷史 他到學校跟同學講 我們不是中國人我們是台灣人 他同學跟他比這樣子 他在跟他講說台灣沒有光復節 他同學兩隻手跟他比 說他瘋了 他講的是真的耶 他講的是真的 但是所有的同學以為他在講瘋話 要把他關到精神病院嗎 到底誰應該被關到精神病院 是那些 認賊做父的人 我們講到認賊做父 我請教一下各位 今天 波蘭流亡政府在倫敦的時候 他可以叫倫敦市民去當波蘭人的兵嗎 法國流亡政府在倫敦的時候 他可以叫倫敦市民去當法國的兵嗎 那為什麼中華民國流亡政府在台灣 可以叫台灣人去當中華民國的兵 他是流亡政府耶 從頭到尾各位都搞不清楚 他一直在縮寫中華台北中國 中華民國在台灣 這些就在鞏固你信念的桌角 讓你對很多事情就這樣子 認真的習以為常認為他是對的事情 最近報紙也都一直在探討 到底做對的事情比較重要 還是把事情做對比較重要 請教一下各位 做對的事情跟把事情做對 到底有什麼不一樣 就像他在講 他們現在馬英雄他們就會講 2300萬台灣人 決定台灣人未來的命運 為什麼他們會講這句話 你各位最近沒有看新聞嗎 最近不是國台辦不是講說 台灣人的未來是由 兩岸的中國人一起決定的 台灣人未來的命運 由兩岸的中國人一起決定 很奇怪耶 我們台灣人跟他中國人 一點關係都沒有 他們兩岸的中國人 加起來這十幾億 那要來管我們這1600 1700萬 台灣人的未來 就好像一個很簡單的邏輯 日本人的命運 日本的命運 現在要由中國人來決定 如果這樣講 各位聽得懂嗎 本來就是這樣嘛 我們是日本台灣人 那我們不是現在 日本人的命運 要由中國人來決定 又要送他四個字 關他屁事啊 所以我讓各位很清楚 一剛開始讓各位很清楚知道 我們的主張是什麼 這一定要清楚 你們昨天不是都有唸嗎 他知道他在講什麼嗎 台灣民眾的主張 依據國際法理 讓台灣國際地位正常化 我們的主張第一句話 開宗民意 依據國際法理 讓台灣國際地位正常化 請問一下 台灣的國際地位 現在到底正不正常 為什麼不正常 你說不正常就不正常嗎 他說很正常耶 中華民國說很正常啊 好 我們就來講 今天到底誰是台灣的老大 現在台灣是誰在管 美國軍事政府 他是實質掌控台灣的 美國軍事政府說 依據國際法理 讓台灣國際地位正常化 這是美國告訴我們 叫我們這樣講的 所以這是美國告訴我們的喔 這不是我們自己這樣決定的喔 是美國告訴我們 你們現在就是依據國際法理 讓台灣國際地位正常化 台灣國際地位正常化 台灣國際地位到底怎麼樣才能夠正常 哦 很簡單耶 台灣國際地位到底怎麼樣才能夠正常 有這麼困難嗎 這個問題很難回答嗎 很簡單耶 這個問題很難回答嗎 在美軍的架構下成立 在美軍的架構下成立 呢 台湾國際地位要正常化很簡單 第一件事情喔 就是中華民國要離開啦 這樣很簡單吧 中華民國它會不會離開 我問一下各位 你很確信嗎 現在大家不在講小確信嗎 中華民國到底會不會離開 那美軍到底會不會進來 我們講很簡單的 你們都 我覺得你們都不是很有信心 美國的軍隊到底會不會進來台灣 我講得很小聲 你們就一定要回答得很小聲嗎 那請問一下各位 中華民國會不會離開 你們沒有信心 外面的台灣人更沒有信心 各位知道嗎 為什麼美國軍隊一定會進來 你告訴我為什麼 那那些你朋友問你啊 為什麼美國軍隊一定會進來 你給我理由嗎 台灣是他占領的 台灣是他占領的 他占領很久啊 他打敗台灣很久啊 不是在哪邊 啊 美國只會為他自己的利益啦 很多人都會這樣 美國只會為他自己 他的死鬼我大便 那中華民國不知道 一年他多少人都會忽然 跟他忽然 跟他忽然 對他不知道多少人都會 每年一直拿到美國 為什麼美國一定會進來 美國軍隊一定會進來 保護台灣 美國到底有沒有實質上在保護台灣 所以你一定要去念台灣戰爭史 上面有很多的我們過去的歷史 當你的專業知識越來越豐富 我們不要講別的 當你越來越清楚台灣的歷史 你才能言之有物 你才能跟你的朋友 很有邏輯性的跟他分析 他如果聽了懂你講的 他就會來上課了 他就會趕快來辦身份證 那請教各位 我請教一下各位 美國到底有沒有在保護台灣 李登輝不是有講過嗎 所以那些李登輝的傳記 陳水維你去看 李登輝說當初 那個科威特跟伊拉克戰爭的時候 中國不是講說要射飛彈來台灣 他到底有沒有射 他有射 他有射 然後中途就被人家攔截了 有航空母艦 南北都有F-22在那邊防著 他根本打不到一半好不好 他的飛彈有射出來 但是一到台海中線就被攔截下來 所以台灣沒有感覺到 那時候國際情勢真的很緊張 為什麼我知道那時候國際情勢很緊張 那時候是19幾年 各位知道嗎 1991年 為什麼我記得那麼清楚 1991年時候發生的事情 我年紀比較大嗎 不是 因為那時候我在馬祖北竿當兵 我剩兩個月退伍 然後就聽到伊拉克 跟柯威特 戰爭 不是我剩兩個禮拜退伍 我講錯了 那時候在外島當兵 剩兩個禮拜就是退伍駕 就準備放假了 等船來就要走了 結果 我們連長拿一把槍 六五步槍裝滿子彈 你就算放假 你要揹槍 核實彈 我說為什麼 他說因為 如果中國真的來了 我們要死守四行倉庫 死守北竿 沒有任何的援軍 沒有任何的彈藥補給 你就是身上這把槍 跟這顆子彈 你要留下最後一個子彈 自己準備自盡 我說有這麼嚴重嗎 他說真的很嚴重 師長召集所有的士官兵訓話 我那時候是班長 準備要退伍了 召集所有士官兵訓話 告訴我們 我們準備死守北竿 因為 中國 非常的蠢動 嚇死 我想說 剩兩禮拜 怎麼這麼歲 1991年的5月 我怎麼運氣那麼好 那時候每天晚上做噩夢 我回不了台灣 我回不了台灣 那個中國軍隊進來了 然後 你看人在恐懼的時候 那些阿兵哥 那些老師館長都跟你講 你知道那個中國的水鬼有多厲害嗎 他怎麼摸到我們的北竿 看殺了多少人 那邊那邊有他們的死掉的人 那邊 越講越恐怖 對啊 他越講越恐怖 你會想說 難道真的回得來嗎 所以那時候中國 第一個 中國有飛彈射到台灣 被美國攔截下來 美國為什麼要這麼積極 因為美日安保條約嗎 不是 因為台灣是他的嘛 美國很奇怪 你會發覺美國 當他欠一個國家很多錢的時候 他就會去打那個國家 真的 他要打贏 不用錢嘛 打贏就不用錢 美國那時候欠西班牙很多錢 所以就發動美西戰爭 打敗西班牙 西班牙錢不但不用還 還送給他四個領地 各位知道哪四個嗎 波多黎各 波多黎各 古巴 關島 還有勒 菲律賓 這細野 所以齁 我跟各位報告齁 如果沒有戰爭法 如果沒有國際法 完了 現在世界大概一半都是美國的 不是嗎 他專門喜歡打仗 而且他的 而且他很會打仗 他用全世界的人才 各位你知道沙漠風暴七日戰爭 七天就結束了 這七天整個總策劃是誰 各位知道嗎 是美國的三軍 五星上將嗎 是美國的國防部的司令嗎 不是 他外包耶 他外包給我們台灣耶 我們台灣的一個教授叫邱強 找全世界各地的團隊 去設計了沙漠七日風暴 七天把伊拉克攻佔 我們台灣人的驕傲 我們台灣人 他領導整個團隊 很多POX回去算 會遇到什麼樣的 最多的變數 什麼數學啦 物理學什麼 化學都把他用起來 七天就把他攻佔下來 他說如果不是有一些miss更快 所以美國非常擅長發動戰爭 而且會策劃得很好 美國人常常講一句話 Plan to fail but fail to plan 計畫裡面他們都沒有失敗 但是失敗在沒有計畫 所以他們會計畫得完整 當他們計畫得很完整的時候 他們都需要很短的時間 包括現在 美國都說他要去幫忙那個 敘利亞還是哪裡 最近在打仗的 但是他不會出動他們的地面部隊 他現在已經不用出動地面部隊了 他只要用飛彈跟無人飛機就好了 無人飛機可以精準到 我告訴各位 我們現在在坐在這裡 他在遙遠的衛星這樣去看 他可以射到你的手錶 精準到那個 就直接把你的手錶打破了 威脅你這樣 不要你死的話 他可以這麼精準 從外太空去瞄準你 有沒有去看美國隊長第二集 有沒有看到 有沒有看到 我看過了 超精采的 那個九文龍 他就是要去做這樣子的 然後要 他們那是真的 他們的科技已經進步到這樣 他可以去瞄準每一個 他想要殺掉的人 就這麼簡單 所以各位不用擔心 美國如果為了他自己本身的利益 他一定會保護台灣 那他為什麼 他從一剛開始 他就非常忌諱 他的最大的 從以前冷戰時期 俄羅斯到現在的中國 他最忌諱的就是共產黨 怎麼可以讓世界變共產黨呢 他的經濟不是就崩潰了 他的自由貿易 他的民主主張不是全部都崩潰了 大家吃大鍋飯就好了 所有的消費就全部倒退 所以他一定要去防堵 中華人民共和國繼續向亞洲擴散 他第一個就是他的島鏈戰略 你們那個高級班不是 高級班就會上那個中國國情報告 他們怎麼去圍堵中國 整個這樣的島鏈去圍堵 所以你就很清楚了解說 當美國為了他自身利益的時候 他一定會一直保有台灣 就像當初 他認為日本是他的敵人 中國 中華人民共和國是他的敵人 他那時候唯一的朋友只有蔣介石 所以他才會 麥克阿斯才會請蔣介石來佔領台灣 那也是為了他自己的利益 如果今天蔣介石他是Nobody 他根本連鳥都不鳥他 他會讓蔣介石來台灣嗎 他需要利用蔣介石 那蔣介石也很厲害 他也看蔣介石夠不夠厲害 蔣介石那時候他也 那時候他其實 剛開始在管台灣的時候 行政單位是陳怡在管 軍事單位是孫力人在管 這是在戰爭史裡面都有提到 各位可以去戰爭史裡面看 我們官網裡面 左邊就有台灣戰爭史 你可以點進去看 裡面有四百多篇 你可以每天 像那個其實如果你覺得不喜歡歷史 蠻枯燥無味的 沒有像我們這樣要上來演講 一定要強迫自己閱讀 你可以一天讀一篇 你不用一口氣把它讀完 你一年多以後 你就把整個戰爭史都看完了 你就可以變專家了 戰爭史裡面提到當初 蔣介石在被日本一直打 打到四川打到重慶 被中華人民共和國一直這樣子 一直在攻擊他的時候 他整個在四川重慶他要撤退的時候 他是直接撤退到澎湖 他帶他所有的軍事將領 老婆 然後那個外交官 全部到澎湖那邊駐點 因為他不敢來台灣 他為什麼不敢來台灣 台灣又不是他的 順利人的啊 軍隊他在管耶 等一下他一來說 流亡 流亡然後他要來這裡當那個 他是 什麼 戰犯什麼 把他關起來怎麼辦 所以他躲在澎湖 開始運作 這個裡面 機密檔案裡面都有記載 他第一個運作就是 美國的外交官跟他老婆 飛到美國去 宋美玲飛到美國 那時候中華民國在美國 有一個外交釜底 叫做雙向元 各位有沒有聽過 雙向元 宋美玲沒有去住那裡 所以大家覺得很奇怪 他為什麼沒有去住那裡 他為什麼一去美國住在白宮 羅斯福親自接見 接見完了以後呢 然後晚上也住在那裡 然後第二天羅斯福就說 好 蔣介石可以去台灣了 原來 他們要達到目的 真的是不擇手段 太厲害了 所以宋美玲真的是害了台灣 所以蔣介石就飛到台灣來 不是啊 孫立仁先飛到澎湖 因為美國就下命令給孫立仁 讓蔣介石來台灣 所以孫立仁飛到澎湖 永遠效忠 永遠效忠 蔣介石 所以蔣介石就飛來了 他一飛來以後 第一個處理誰 孫立仁 他就開始被軟禁一輩子 更可憐 怎麼可以讓握有軍權的人 拿著槍桿的人 在我旁邊讓我寢食難安 然後接下來他繼續 對台灣施行很多的暴政 美國沒有反對過嘛 有啊 當他說要把中華民國 當他要把台灣人 全部暫時 歸到中華民國國籍的時候 美國是強力反對的 所以那時候蔣經國 有寫信給他爸爸說 美國好像 要讓我們繼續流亡 他不想讓我們帶在台灣 好像有在詢問馬尼拉 爸爸該怎麼辦 他問他老爸說 我們別的孩子 還要去給他們看 美國那時候真的有 爭取馬尼拉 要不要讓蔣介石 到你們那邊去流亡 流亡政府設在馬尼拉 菲律賓總統那時候講的 他多幽默 不愧是總統很幽默 他說可以啊 蔣介石可以來 讓中華民國流亡政府在馬尼拉 但是 拘留時間 兩天 因為他們一家都是賊 杜魯門說的 所以不可以在那邊 待太久 等下把我們菲律賓人的錢 都騙光了怎麼辦 都偷走了怎麼辦 所以只能待兩天 你看他們多惡劣 惡劣到大家都不敢收留他們 因為到一個地方 就要給人家生吞活潑 給人家強佔 而且讓台灣人民 糊裡糊獨 全部變成中華民國的國籍 那時候很簡單 台灣人民 等一下各位 看到我們的基本 開始上課都會 裡面都有提到 台灣人民順從 變中華民國國籍 不順從 戰爭法 因為你不服從 我們現在在這裡 佔領的這些軍事政府 所以唯一死刑 所以才有228事件 各位到底清楚 228事件 228紀念館裡面 可能幾百個幾千個 我們的先賢先輩 他們付出的努力 那到底 台灣省政府 那時候有統計 228事件之後的兩年 重新做戶口普查 當時在日本有戶籍 到後來228事件之後 兩年之後沒有戶籍的 到底有多少人 死也死得死 我們台灣那些 我們台灣那些教授 那些我們這些 為台灣人民付出的這些 長輩 到底有多少人消失在人間 各位知道嗎 22萬5千人 超過 這些都是台灣的精英 這些檔案裡面都有記載 我們蔡財源蔡老師講得很清楚 他說 他那時候就是也是因為 他都有GAS 他在陸軍官校 他直接講說 中華民國是流亡政府 然後被抓去關 他就真的被抓去關 在綠島唱小夜曲 唱了15年 他都在 他在陸軍官校 裡面跟他講說 中華民國是流亡政府 他準備去裡面顛覆嘛 然後結果他被關在那個 警總的地下二樓 地下二樓 然後他半夜在 就是被他們拷問累了 趴在中央睡覺 然後聽到 地下三樓 地下四樓有 哀嚎聲 慘叫聲 他醒過來問那個首位說 我們電梯不是只有到地下二樓嗎 電梯為什麼還有 他說有啊 地下三樓 地下四樓 用走樓梯的 下面是什麼 他說下面就是你們那些書念太多的啊 捨得太多的啊 我們那些老兵在教訓他們 練手力 掐死一個五塊錢 我們的那些長輩呢 那些醫院的院長 那些教授呢 掐死一個五塊錢 這些中華民國的老兵這樣對我們呢 他講得非常清楚 他說他親耳聽到那個 那個 守衛跟他這樣講 在練手力呢 掐死一個五塊錢 那時候人命一個五塊錢 我聽了那時候心真的很酸 我們如果在那個當下 我們是這些長輩為了救我們的台灣 我們還有人組團到日本 請日本繼續救我們 那時候台灣真的不夠人 那個蔡財源 蔡老師在講台灣真的不夠人 不像那時候越南有一個胡志明 那時候越南軍隊 那時候中華民國也有一堆軍隊 落跑到那個越南 二十萬大軍 結果不到半年全部被趕跑了 被誰趕跑了 胡志明 因為胡志明去找法國軍隊 你以前佔領我們法國你要幫我們 法國佔領越南你要幫我們啊 這些中華民國的軍隊都是搶匪 都是騙子 都專門來燒殺搶掠的 所以法國軍隊幫他們把中華民國的軍隊趕跑 趕到越南 趕到金三角啊 趕到那些邊境 中華民國那時候的軍隊 那個四散奔逃 逃到台灣的最有福氣 吃香的喝辣的 把我們賣了 然後我們都幫他算錢 在座的各位有沒有繳稅 你會繳稅給流亡政府嗎 波蘭說要去抽英國的稅 英國市民會理他嗎 波蘭流亡政府說要去抽英國人民的稅 結果我們呢 我們就傻傻的這樣繳了69年 所以你說我們要對他太仁慈 我們真的仁慈不下去 我岳父 我岳父 那時候都年輕十六七歲 每天從台中 拖著台中漁港拖著漁到彰化去賣魚 然後一牛車的現金回來 然後他幫他舅舅做 我舅公 然後有一天 對我舅公 然後有一天他回到那個他們的店裡面 舅公整個攤的 那個椅子的那個攤在那邊 他說怎麼了 我今天帶了十幾萬的現金回來 他說十幾萬 剩三塊錢 四萬塊換一塊 四萬塊換一塊 他說剩三塊錢 那為什麼剩三塊錢 沒有啊 一張命令 現在所有的舊台幣四萬塊換一塊新台幣 用這樣搶的 用這樣偷的 用這樣掠奪的 這是中華民國 然後一直告訴我們 我們台灣國際地位沒有正常化 是因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在打壓 當然中華人民共和國要打壓他們 他們 他們這麼會搶 這麼會騙 這麼會燒殺 魯獵 中華人民共和國沒有去打壓他們 他們要做什麼 我們現在被他們槍桿子壓著 所以我們現在才會 在每次的上課 就強烈要求 歡迎美國的軍隊 真正來台灣實施軍事佔領 因為中華民國一直違反 萬國公法 違反戰爭法 違反舊金山和平條約 中華民國從來不會告訴我們 什麼叫做舊金山和平條約 你一定要去念書 我們在我們的 新台灣論 請問一下各位 新台灣論買了沒 每個都買了嗎 我不要問 下課趕快去買 新台灣論裡面 舊金山和平條約 我們也有原文的 你如果看裡面 都很多機密檔案 你看到這裡面就講 國際法 萬國公法 國際戰爭法 我們以前的台灣歷史 整個戰爭法 的分界在1830年 1820年1830年 拿破崙戰爭 拿破崙戰爭之前 戰敗國 就會被消滅掉 如果 成吉斯坦打到哪裡 哪一個國家就被消滅 就沒有那個國家 就變成他的 大蒙古帝國 亞歷山大帝國 奧匈帝國 這些都一樣 那個時候只要打贏了 那個國家就被消滅 1830年之後 開始有戰爭法 強調 第一個 佔領怎麼樣 不得移轉 主權 流亡政府 不得就地合法 所以這兩個是相相關的 佔領之後就會產生流亡政府 流亡政府不能跑到別的國家去佔領別的國家 變成就地合法 我這樣很簡單 我們被中國 假設我們被中國佔領了 我們這一群人 全部在跑到 所有的本土台灣人 在跑到菲律賓 把菲律賓人趕走 然後在那邊就地合法 可以嗎 不可以嗎 我們一定要回到我們台灣來 把中國人趕跑 所以 流亡佔領不得移轉主權 這是第一個 所以拿破崙那個時候開始 他佔領了都不能移轉主權 美國佔領這麼多的國家 他不能移轉主權 美國憲法也有規定 美國就是50週 不會有第51週 所以波多黎各家裡就送了 波多黎各他每三年公投一次 然後投來投去就是 我們要成為美國的第51週 美國說 你們裝校尾 你把他裝校尾 我們又不能成立美國第51週 那我們就繼續當你們的那個 軍事佔領國家 他就一直當美國的軍事佔領地 跟美國做生意 跟美國做生意 不用繳稅 美國要保護他們 我不用有外交官 不用有軍隊 我什麼都不用 我只要好好賺錢就好 所以台灣以後也是這樣 美國叫我們公投 我們就不要 我們說我們要成為 美國第51週 這樣可以嗎 不行 我們要尋正常的 合乎的 合乎國際法 慢慢的 跟我們日本成為我們的邦聯 這是在1945年4月1號 就已經公佈了 1945年的4月1號 日本就已經公佈 台灣是日本神聖不可分割的領土 神聖不可分割的領土 在下課之前 跟各位講清楚這個 神聖不可分割的領土 跟那個殖民地有什麼差別 對 好 很簡單例子 下官條約 我們現在開始念日本歷史 我們要知道 我們叫下官條約 我們不是馬官條約 下官條約定定之後 中華人民 滿清帝國 不是中華人民共和 滿清帝國大皇帝陛下 他割讓哪些地方 他割讓哪些地方給日本 第一個台灣 第二個澎湖 第三個咧 遼東半島韓國 這些他都割讓給日本 那為什麼在10天之內 馬上又簽了一個遼南條約 把遼東半島還給中國 為什麼 為什麼日本 下官條約一簽了之後 10天之後馬上又簽了一個新約 把遼東半島還給中國 為什麼 因為遼東半島是中華人 滿清帝國的神聖不可分割的領土 那個時候時間點是1895年 1830年之後 占領不得移轉主權 除了殖民地之外 所以他可以把韓國 韓國是中國的殖民地 他可以把台灣 可以把澎湖 可以把澎湖割讓給日本 但是不能割讓遼東半島 因為遼東半島是中國的 他怎麼樣 上面的人民死了都是中國的鬼 跟日本一點關係都沒有 所以不能割讓給日本 日本 那台灣呢 是中國的殖民地 台灣從一剛開始 中國其實也沒有殖民台灣 中國殖民台灣只有 我們西半部的六個郡而已 所以中國殖民台灣的地很少 因為右邊有遇到 他們遇到那個像鬼一樣 非常驍勇善戰的高砂族 來無影去無蹤 有沒有看過賽德克巴萊 有朋友看電影 他說那個小朋友不知道為什麼 今天在這裡明天在那裡 我們的軍隊可能要兩天才會到 他這樣一下子明天就在那裡 他到底是怎麼去的 難道他有分身嗎 這個小朋友怎麼跑那麼快 在山裡面像猴子一樣掉來掉去 一下就跑到另外一個地方 他演的真的很逼真 那個小朋友就都不太會喘 真的在山裡面真的超會跑的 所以滿清根本沒有整個統治整個台灣 所以日本進來之後 他才花了五十年時間 開始統治整個全台灣 那時候還跟高砂族 站得非常的嚴重 那時候我們泰亞族的長老 告訴過我 那時候泰亞族他們有開會 到底要跟日本 站到最後一兵一卒 滅族都沒關係 還是要保留我們的種 現在還有沒有泰亞族 有啦 所以他們的最後開會決定 各位知道了 留下種比較重要 不要全部被日本人殺死 所以日本人整個這樣那時候才統治整個台灣 當他統治整個台灣 對台灣開始實施黃民化 台灣有參政權 參政權 參戰權 所以我剛剛前面開宗民意我就在講 日本人佔領我們 日本人統治我們 日本人來炸我們 這個邏輯是不對的 所以那個時候 日本人統治整個全台灣 台灣有參戰權 參政權 所以台灣那時候有高砂義勇軍 高砂義勇軍是幫日本人打仗 還是幫美國打仗 我們都知道幫日本人 我們都知道幫日本人 那高砂義勇軍 這些英靈 現在被季奉 供奉在哪裡 對高金素美有去 在禁國神社 所以各位了解 我們那時候 在1945年4月1號 我們在法理上 我們已經成為日本神聖不可分割的領土 永遠是日本的領土 在食物上 我們也是全部的台灣人 幾乎都講日本話 我的長輩都講日本話 你有沒有發覺 我們年輕人很奇怪 我們長輩都有日本名字 到我們這邊斷層 我們都沒有日本名字 對啊 我爸的日本名字 大家很容易記 從小我阿嬤就叫他 我剛一直都不知道 所以為了那個我還生氣 因為我阿嬤都叫他 諾莉 然後我還想說 長大以後 諾莉不是海苔嗎 為什麼 這是我爸的日本名字 那每一個人 要慢慢去了解 我們整個在談的這些 讓各位去了解 我們要談的 在台灣 我們談的就是 舊金山和平條約 那1624年 1624年那個時候 最後這個故事跟各位結尾 這郭王斌郭老師講的 我們接下來我們會休息 10分鐘再繼續上課 1624年 荷蘭人 發現了台灣 他說 Formosa 他說這麼漂亮的島嶼 他發覺台灣的 土地上很多的梅花鹿 哇 梅花鹿的鹿皮 對他們很重要 因為荷蘭很冷 所以他們有鹿皮可以保暖 然後那時候台灣竟然還有 比黃金更珍貴的 甘蔗 可以做蔗糖 他們太高興了 所以呢他們看到 欸台灣已經有那個 有那個 類似那個什麼 官社 有人在管 所以他們就開船到了 明朝的那個海邊那邊 那時候是明朝 他就問他們的這個 類似他們的地方官 我要在你們台灣 補鹿 種蔗糖 我會 那個給你們納貢 就是 給你們繳稅就對了 那請問一下一年要繳多少 那明朝的地方官跟他講什麼 不是說便 他說 那不是我管的 那邊不是我管的 他說那我要找誰 請去日本找幕府將軍 那是日本幕府將軍的領土 日本幕府將軍喔 所以他共 他那時候每年進貢給日本幕府將軍 三萬張鹿皮 喔台灣的梅花鹿真的很多 所以那個時候1624年台灣是誰在管 日本 所以誰比較早來台灣 日本啦 要講最早來台灣是日本 所以日本對台灣才有這麼深的感情 那時候後來他們實施禁海令 他們才把官社這些官員全部撤退回日本 到了1830年之後又被滿清佔領了旁邊 但是他最後還是把台灣要回來啦 所以台灣 將來要國際地位正常化 只有看日本跟美國 絕對跟中華民國一點關係都沒有 中華民國只會讓你們 讓我們越陷越深 所以各位要慢慢開始了解 我們下一堂課再繼續更了解 我們要研修的基本法 那我們現在下課休息 謝謝